心意意來到地下室埋伏 趁著時機一到立刻衝上前 手網抓人 不要動 警察不要動 一打開門 女子被嚇到放聲尖叫 警方也抓轉時機 衝到其他房門執行 插氣行動 那名女子打扮清涼 手提隨身物品 乖乖配合 遠景指示 原來她們正在進行性交易 卻被警方逮個正招 不過更誇張的還在後頭 多達51人 穿上背心 手搭著肩走出大樓 警方更出動大型警備車 再回分局做筆錄 原來警方日前接獲報案 台北林森北路上 有一家養生館 私下從事非法性交易 在網路上刊登按摩師照片 跟寫下三圍及服務 架碼玩入供顧客選票 12號晚間前網查器 當場逮捕9名工作人員 36名按摩女師傅 及6名男顧客 不過這36名小姐當中 只有9人是東南亞及外配 多達1 4分的比例 持有台灣身分證 不排除是假結婚 來台或是離婚後遭到 色情行業吸收 卑士精華地段 大樓底下接客 導致人流出入複雜 也讓附近店家相當頭痛 還是多少會有影響 怕會影響到 我們這位生意這樣子 持搜索票執行查器 當場查獲南客宇小姐 正從事性交易 並查扣營業所得 新台幣57萬元 監視器 無線電 點鈔機 工作用手機 電腦 及帳策等帳證物 養生會關掛羊頭賣狗肉 私下從事部罰 疑問能躲過警方查器 但最終一個也逃不掉 近新聞黃玉婷 趙詩淵採訪報導